以前是游泳的香港隊 最大的得著就是自由的空氣 生活很淒慘 純粹是一些很葡萄的說話 Hello 大家好 我是Yan 我身邊這位是Kurt 我們今天專程來到Birmingham 訪問Kurt 首先Kurt是一家三口 今年6月來到英國 我想問你是何時開始籌備來英國的 其實在2019年的時候 香港發生了很多變化 運動 當時我們打算離開 但當初還未決定英國 還會決定其他地方 當時還未有BNO 沒錯 那是你先提出還是你太太先提出 我們都共同認有這個共識 好 告訴讀者 你之前在香港是做甚麼 你和太太的職業 本身我以前是游泳的香港隊 亦都教過游泳 但從小的時候 其實對車已經很有興趣 亦都有做過一些汽車維修 主力後來就做到汽車美容 那你太太呢 太太以前是一個律師 那是律師來的 那是有甚麼的誘因令你們這麼決心過來英國 因為你們香港也有這麼好的職業 本身 那當然啦 因為其實你剛才提過我有一個小朋友 我們有小朋友就一定是為小朋友的將來 所以這也是最大的決心放棄香港的東西 而走到英國 那如果沒有BNO visa的話 你覺得你們會移民去哪個地方 或者這個時刻會是生存甚麼地方 相信未必在英國都一定不會在香港 但其實我們早前有考慮過其他地方 但最終都是選擇了英國 那我想問一下 為何你會選擇在Bermingham下腳 因為其實我以往都去過 例如倫敦其他地方 法國Bermingham這個地方 其實有些地區的確是很適合小朋友去成長 因為我們主要找的原因 都是為了小朋友的讀書 他成長的環境 所以最終選擇在這裡 再加上Bermingham也是英國一個中心的地方 無論去哪個地區都非常方便 我想問一下 為何你會選擇做汽車未用 因為我小時候已經對車很有興趣 亦都在香港的時候 其實你知道車是一個車齒品 即是不容易可以接觸到或擁有 所以就想進入這個行業 了解車子是怎樣製造 怎樣製造更漂亮 或者怎樣可以令到車子 更加吸引人 更加可以吸精 即是本身香港都有做 都有 當初想來英國 就已經一心想著我要做這些行業 其實本身我自己是一個 喜歡有一技旁生的人 所以我覺得 之前來英國的時候 都想到其實車在英國是一個必需品 在這個行業應該有很大的需求 所以在香港亦都已經準備 去做完所有的研究 究竟應該怎樣在這裡 可以開展到這個事業 那你當初用了多少時間去籌備一門生意呢 其實開始來到英國的時候 都用了很多時間去找一個適合的地方 因為始終你說人生路不熟 來到這裡當然是做一個打工的角色 就不是打算開一個生意 所以從香港到這裡 可能你說半年的時間 已經可以設置到自己 有機會接到生意回來做 大概半年左右 半年左右 好 剛才我看見你 我初以為是你的夥伴 也是香港人 但其實他是你的老闆 你當初怎樣相識 然後又介紹到你在這裡 繼續做你想做的事 其實我開始來到這裡 是光顧他們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 就是想了解不同的車房 去多些地方看看 後來我就發覺 跟他們原來這裡 剛好他們缺乏這個人 即是他們這裡有維修 有零件 有改裝 正正就缺乏了汽車尾龍這一部分 我們跟他們談下去的時候 就覺得大家都投契 變成大家坐在一起去談 你會否透露用了多少資金 去成立這門生意 其實做這個生意 最重要的當然是器材 其實在專業的器材 一定是不便宜的 所以添置器材 用具 還有舖位 交租這些 大概是15至20千左右 你是預計多久時間去翻本 因為剛開始做這個生意 所以其實頭一年都沒有想著 有甚麼突破 純粹是叫一個地方去下腳 做事 了解這裡的生活文化 去接觸這門生意 之後你說慢慢回本才算 原來沒有想過 但你現在純粹透過Facebook去宣傳 主力是Facebook 通常現在的Facebook是怎樣的 其實現在的Facebook都算不錯 因為剛巧我們這裡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可以提供一路跳龍的服務 即是可以客人來維修兼美容 有一次我做完 沒錯 我想問一下你現在的生意 你每一天的工作時間是怎樣的 是否開足七天的 我們現在開星期一至星期五 但工作時間相對比其他地方比較長 因為我們早上開十點 有時可能會做到十一二點 原因是因為想離開 例如香港人來到這裡 他們很辛苦才找到一份工作 他們一至五要上班時 唯一就是下班過來 所以我們都會遷就他們這個時間 你會否覺得這麼長時間很辛苦 其實都是因為從小的時候 我曾提及過我以前來香港隊 所以你說以前游泳的時間 可能是凌晨時起床去游泳 然後上學 放學後再練習 所以就已經培育了這個很刻苦的態度 是 因為運動員是很熬得苦的 英國那邊其實汽車是必需品 你都說過 所以變成維修美容方面 其實都有很多競爭 其實你感覺上競爭是否真的這麼大 以及你怎樣去突出自己的生意 去Stand out自己 因為現在以我了解這個市場 其實它會有些極端的 例如有些部份收費是很便宜的 但是其實原來它提供的服務是很少 甚至是一些比較普通的服務 但是另一邊的極端 就是一些很高價的靈車 或者價錢是很貴的 變成中間譬如普羅大眾 香港過來的那群人的要求 他們可能未必能達到他們的目標 因為太高就太低了 所以我們會提供在香港 我帶來的專業服務 回到這裏服務大家 即是你屬於比較中級的 暫時主要是打擊香港的客人 到目前為止你覺得 在英國遇到最大的困難是甚麼呢 最初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 我以為在香港所有的經驗 所有的方法可以一次過搬過來 但是發現原來這裏 譬如工具 用的牌子 甚至水質 天氣 和香港是很大分別的 所以要一段時間重新發掘 去適應才可以磨得起以前的效果 即是要調整的方式 另一方面 你覺得你來英國 暫時最大的得著是甚麼呢 當然最大的得著就是 有一個自由的空氣 這件事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帶著小朋友來 看著小朋友在一個 這麼開心的地方成長 這是一個最大的得著 來了這幾個月 現在覺得在英國的生活 和你心目中的英國生活 有沒有甚麼不同呢 不同 其實因為本身 我沒有在英國正式生活過 我也幻想 其實最重要的是居住的環境 這件事其實都和我的想像很接近 唯一的不同 可能就是地區的遠近 其實我沒有預想到 原來這個地方原來這麼大 可能你去一個超市 都要駕駛20分鐘的車 在香港這件事就不會發生 這件事可能有少少 和我的想像有落差 即是方便程度 是的 即是想著 Berryminton也是大城市 我這樣說差不多 怎知道原來不是的 林鄭最近就說 香港人過來英國 或者移民的香港人 都生活很淒涼的 你覺得對這番話有甚麼感想呢 首先 第一個感覺就是 除了葡萄 我想不到有甚麼 原來講這句話 因為無論住屋 食物的質素 跟香港比 根本就沒有得比較 大大很多 食物質素就好很多 還要便宜 還要便宜 便宜便宜很多 因為超市真的很便宜 所以你說生活很淒慘 就純粹是一些很葡萄的說話 即是絕對是很幸福 就是 看到你的笑容 因為我早就告訴你很幸福 是不是 我想問你覺得 英國的客人 和香港的客人 即是以前香港你做的客人 他們的要求上有甚麼分別呢 首先一件事就是 以前香港來的客人 車的質素 可能是會好一點的 因為本身香港人是很疼愛車的 但在英國 其實你知道 下雨的次數都很頻密 而且他們長時間 都沒有打理你的車 所以很多客人來到的時候 其實車的狀態 是比較糟糕的 所以要多點時間 和功夫去處理 嗯嗯嗯嗯 亦都想問一下 其實你的服務 是怎樣收費的呢 其實我們有一些優惠的計劃 譬如可能 綜合性 整個車的勾輪最佳內容 又或者有些客人 特別需要 我只需要打磨某部分 我們都會去斬開收費的 嗯嗯嗯嗯 大概可否透露一下 大概多少磅 如果你說一般去最基本的打瓣 那就可能是 你說80磅至80磅左右 那視乎你要的服務是怎樣 但現在我們最多人選擇的 就是杜摩服務 因為我們會上面上一層 coating 令到之後的打理 是容易很多 方便很多 那其實在英國 其實買那些 就是我們之前洗車都買過 就是無論是海綿 手套 就是Click Quad那些 其實我們覺得都幾貴 比香港 那在這方面 那你的成本 會不會都相對是高了很多呢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開頭在香港來到的時候 都打算用香港的價錢去定位 但是來到這裡落腳之後 就發現所有的用具 材料 連機器 它的成本價錢其實是貴很多 以一塊普通的洗車棉為例 香港可能你十多元就買到 但是這裡可能是要說二三磅 即是說香港二三十元 即是一個雙倍 是的 所以如果有香港人來做 都想做類似的生意 其實你的成本都要計得很好 真的要 那最後呢 有甚麼說話想和香港人打氣 或者鼓勵一下呢 你對敵人最大的報復 就是生活得比他更加好 香港人加油 講得非常好 好 多謝你先Kurt 好 多謝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and subscribe 叫我過來 comments 呀 那個 そんな 中間 中間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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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